诶 杨大哥 你怎么跑到这上面来了 我都找了你好久 问了好多人 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冉 你身次不是帮了我很多吗 然后我自己就想 回来感谢你 想给你 我就自己给你 手工修了一个衣服 然后 就自己家里 家养的一些 土猪的腊肉 和一些山上找的一些 山货 小冉 不用那么客气的 我帮你 是一位你知道的 对不对 确实你这个人呢 我觉得善良 然后再加上你的公公 对不对 对我有恩 所以说杨哥帮你呢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呀 我没想那么多的 你不用那么客气 好不好 不是呀 你看上 我公公那个事情 是那个事 然后 我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我上次我公公那个事情 你就已经偷偷给他拿了钱 你看 你拿那么多 那个本身就是你给他偷偷拿了钱的 然后就 然后我爸爸的那个事情 要不是你帮我的话 我可能到现在还筹不上钱 给我爸做手术 毕竟你 你也是知道的 我亲戚朋友什么的 到处接变了 都那种 小阳这个事情呢 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你知道了吧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 我今天过来 对不起我这东西 不怎么值钱 但是我真的是 现在让我密码 做出给成就出来 肯定是不能的 所以我就今天过来 先给你 弄一点吃的 你弄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其实 这个是我自己绣的 这是你们每一种服装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民主服装 然后这个拿来蒸汤的 然后拿来蒸汤喝 还有 还有这个拿 它是拿来泡水喝的 这个是不是 它对人体很好 效果还不错 还有这个是山上岛的 你看你拿那么多 真的是 然后这几个肉 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自己家里面散养的主皮肉 那你看 你的大老远的 到老远的拿这些过来 我还是谢谢一下你了 我都没说跟你说 那个 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行 那个杨哥哥 我还想拜托你的事情 怎么了 就是 不是我爸爸出事了吗 然后 然后我就只顾上我爸爸那边了 然后我供供他吧 嗯 你输怎么了 就是 可能是有点油死过重了 嗯 对他 儿子那个什么 然后最近身体就 真的是可能有点垮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 然后我让他去医院吧 他又不 不肯去 嗯 因为我想让你帮忙 就帮忙跟我公公说让他去医院那个事情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因为他不听不怎么听我的 毕竟老年人嘛 嗯 他也知道我们最近 嗯 的话就有点那种 行 这样嘛 小冉 呃 女叔的事情呢 也肯定是我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你帮我劝说他一下就已经很好了 对 这个 就我已经很感谢了 好 那我跟 我给女叔打个电话 我让他去医院看一下 如果他不愿意去呢 我就开车带他去 好好 谢谢 谢谢啊 没事没事 我还谢谢你了 你你以后不用那么客气好不好 不用那么客气了 嗯 好 对吧 好 你看你拿那么多东西过来 真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没有没有 我走了 嗯 好嘞好嘞 那个 嗯